當時是東南界大東麥十國 這群是我們的近民,是無法搬的 世世代代都是這樣,無法搬的 人不可以換,但國家不能搬 跟日本、韓國永遠都是 所謂截不斷你還元的關係 我們在中國歷史上和日本打過四次仗 倭寇已經很近代,打過四次仗 第一次是唐朝,然後是明朝,然後是清朝 然後是日本侵華四次仗 所以他們和日本的關係永遠都是這樣 而他們永遠都是站在日本和中共中間 當中國強大的時候,他又很難治國 所以這次為什麼會娶到中國 整天都會找一陣爺爺,因為中國強大 為什麼半島或當時的朝鮮這個國家 不是說南北韓,朝鮮的時候 會分為南北韓呢? 其中一個最基礎原因呢 就是因為中國的衰狼 會流小力的一個侵襲 因為我們中國的繁熟國其實是很著數的 如果我們國家小的話 如果有個大陸好像中國的宗主國 其實是沒得比的 送五元禮去喝呢 喝完之後還要領回五百元的禮 就回到頭 有點像我們歷史角度 像是罪差一樣 你一看歷史一定要看歷史長寒 你就會很無解現在發生什麼事 而這個歷史長寒的發展 亦都是跟這個地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要說起事呢 為什麼我們要叫德教湖畫到陰山呢 另外一個就是要踏破荷蘭山 陰山就立即在內蒙 寧夏省北別內蒙 旺河第二九十度轉回那裏 陰山 那裏就是當年來講 一下來和就是 過了和之後是全部都是平原 平原地 就是某位是在溶牙 平原地 對不對 那裏變成就是 另外呢 在現在寧夏 即是隔銀村那裏 隔壁山那裏 隔壁山那裏 那裏因為是右的民族 和農家民族的交界處 一個人那裏 向北部長西面 那些道理環境 就是氣候的那裏 是不能夠耕足的 只是有草原 所以指人的方法 指人的形成 又沒有文化 但是一往東走往南走 就是可以做東西的 就是龍間的文明 那裏交界龍間文明 就是我們漢族的傳統 要龍國國 所以和西北部的那裏 一定是有衝突的 所以打來打去都是那裏 直到清朝呢 都是那裏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有民族 和龍家民族交界處 就是打的 為什麼呢 大家呢 言語不同 風俗不同 還有呢 大家掌握的資源都不同 我們掌握的糧 他們有沒有 一掌握的糧 一掌握的糧 死了糧 沒有了食 那怎麼辦呢 掌啊 那掌誰啊 不知道你掌我 大家都沒有了 就是嘛 是吧 他去東北向南北 接著呢 我們說有沒有搞錯 我們這羊 你走來搶我們 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地理很重要 例如很簡單一樣的 我們美國 美國呢 電視界呢 他呢 就是要把英國泰文將呢 是不是 大西亞反而他不是用心 因為他拚命歐洲 這基本上來說 是所謂的盟國 但你一個在這裏,中國、俄羅斯,東盟,除了澳大、澳大和紐西蘭之外, 全部都是不同不同種,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國家, 所以尤其是對中國,你別看美國經常踩中國,經常欺負中國, 在他所謂有智慧的現家的心目中,他始終都知道, 中國是絕對不可以批持的一個對手,不是說十年二十年, 因為無歷史一代全一代,意思是在大陣之後, 中國所謂變色,當時是用赤化的變異,赤化的變異, 他立即就要暈倒了,本來為何日本天皇呢, 他是第一號宣犯,不是東桃英基, 他是第一種的場所是十元的君主立憲, 所以他所犯的罪行,很多的開大,由他那裏直接下, 但這次來說你會看到,在我們無日公, 尤其是這集合片你會看到,他特地為了孤存, 所以叫做中日的關係無法用盡, 上海經常找到一個親王走出來, 其實就是天皇承接下的柯打,他如何侵略, 如何打法,增兵各樣東西,全部都是天皇的, 前後他立了,所以叫做和平的憲法呢, 即是美国和他,文康南室將軍主導的憲法, 施設將天皇變成一個叫做虛權的君主立憲, 以後再直接回到治療, 為何一個戰犯能夠審訊呢, 就因為扶植入盆,以南韓來拘返, 頂住蘇聯南下,因為北韓已經被蘇聯搭到, 頂住共產中國東韓,要他制住, 再加上拜退台灣的蔣介石,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形成了所謂的第一祖年, 福利賓,他就是民地,很久已經打走蘇格蘭之外, 接著在越南,接著在泰國, 馬維西亞當時那些國際,全部都鎖住中國, 制止俄羅斯在這個南韓那邊, 是南下,灰島,這裏就是季節了,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大家如果看歷史的話, 你不看你,特意是核子補償, 第二你不會明白的,你一看你, 然後呢,適吞不霍熱而通, 就說,哦,不怪他人啦, 給你,你都會這樣,不會多錢差一點,對不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麼就, 謝謝大家!